如果沒有這塊光亮的建築物介紹牌 一般人還真的看不出 眼前這片蠶堆浪瓦 是國父孫中山的長子 已故考試院長孫柯的故居 也是被台北市政府指定為 宅地類市定古蹟的草山育兵館 摸得到孫柯 孫文他們以前的衣服 這衣服就這樣子掉在這裡 掉了20年了 然後我們的政府中華民國鬧鬼鬧了20年 白蘭白了20年 跟著市議員何志偉的腳步進入屋內 可以發現許多孫家留下來的遺物 從各式各樣的食人物品中 賀蘭看見疑似無物的國父圖像莫及 與總理建國大綱 但是這些具有歷史紀念價值的書籍 與建築物本體竟然199年 從未有任何一個單位關心過 我們還是會持續來要求省政府 應該要依法來做維護 如果省政府還是長期積極不作為的話 那我們可能會考慮依文之法來予以開法 我們有定有相關的補助的辦法 那如果說不管是台北市政府 不管是台灣省政府或是原管署 跟我們提出申請 那我們都會按照我們目前的規定來辦理補助 目前草山育賓館屬於台灣省政府列車建物 但土地所有權卻分屬陽明山國家公園 與新北市政府所有 而將草山賓館列為 市定古蹟的臺北市文化局 也只能依照文資法對各主管單位開罰 等於各單位都是有權無實 為了讓這個從日據時代就開始使用的古蹟建物 能妥善獲得保存 文化部已向各主管單位呼籲 儘速申請經費進行維護修善 不要讓具有保存價值的古蹟文物 隨著時光凋零 開國大臺北數位新聞 郭正銘參謀